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国民好物 爱国者 一就是相说权的 之前说金某那些没有底线 也只是单纯速度上的底线嘛 大不了还可以当一个大号U盘使用 直到我遇上了爱国者这位强劲的对手以后 就一直刷新我的认知底线 不管他是U盘还是固态 都是坚持能省就省的原则 如品牌上说的一样 爱国嘛 当然要给国人谋福利省钱啦 另外提醒一下 长江晶圆跟长江原厂颗粒是两码式 如果厂商愿意的话 也完全可以说是美光晶圆或者三星晶圆 我们先打开 从去年到今年 我是收到了不少这个品牌的固态硬盘 还有U盘啥的 特别是U盘 我现在手上还有几个 之前有一些翻车的都已经退回去了 至于颗粒嘛 就像进了大官员一样 应有尽有 不过都是一些国际大牌的 像海利是V4到V6 英特尔 N18到N38 以及闪迪东芝的BIS系列 早期的可能还有美光B16 B17 截至今年三月为止 目前拆到的爱国牌U盘 基本就是以上这几种颗粒了 之前读取量产信息发现 它的ECC一般是开到50到60的 这样一个合格的足融U盘就这么诞生了 如果这个U盘谈到资料恢复的话 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实话实说 还没有遇到过资料完整度 可以恢复超过70%的 就算把这个芯片修上几个月 ECC未图最多也就能率60%左右 反正这一个牌子的U盘 已经被我列入恢复黑名单了 以后有机会再来说 但是今天我是来修复固态的 当然我也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嘛 那样网友肯定会骂我 说我在黑某某品牌 但是人家价格毕竟便宜嘛 还是得看具体用途 如果资料经常做备份 用来装点游戏或者小电影啥的 坏了就直接走质保换新 那岂不美哉 这一个电流应该是卡在固件上了 今天这个盘 其实我也并不抱太大希望 因为之前翻车的实在太多了 我也跟当事人讲了 恢复过程中有可能会对它进行拆解 后续可能会丢失质保 对方说资料要紧同意承担这个风险 事不宜迟 咱们上机看一下 目前上机 它是只亮了一个绿灯 现在短阶还是可以识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颗粒ID能不能识别出来 颗粒ID是没问题的 再来看一下它的开卡信息 刚才我尝试了好几遍 都读不到这个原来的开卡信息 要么就是报错 要么就是一点开就卡死 就算它的原厂量产信息丢失了 我这边最多就显示一个失败的红字 而不是一直报这种快错误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以这个来作为切误点 我们再次对它进行颗粒测试 颗粒通道测试这一边 它是有两个在报错的 根据以上的诊断结果 综合起来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嘛就是它的颗粒可能真的炸了 第二就是主控炸了 因为这个板子根据以往的维修来看 炸主控的还是蛮多的 不知道算不算是通病 先把这个贴纸撕开 我们现在直接拿一个包好的主控 给它换上去看一下 这个料板是我去年翻车的那一个 今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个颗粒我们暂时先不动 再把焊盘给它清理一下 接着我们把料板上的主控也给它干上去 主控这一边我已经给它换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颗粒 好的 这一次颗粒测试是全部可以滤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卡信息能不能访问 这一次的开卡信息是已经成功读取出来了 我们不用短接直接连击看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盘能不能直接识别出来 还是不行啊 估计固件也挂了 如果说资料恢复难度有段位之分 这个品牌绝对是可以上王者的 像三星这种最多也只能算是白金 所以我决定再来看一个三星860 EVO 其实在前几天我也收到过几个类似的860 EVO 但是无一例外全部翻车了 有的是坏主控的 有的是掉固件 希望今天这一块运气可以好一点吧 这个看电流好像是短路了吧 现在我是隔着外壳 都能看到一个小太阳 好像是在这附近 具体我们把外壳拆下来研究研究 外壳这一边我已经给它拆掉了 再来重新确认一下 这里在发烫啊 发热的这一个位置 恰好是一个保护隔离管 一般情况下 保护隔离管不大可能会自然损坏的 因为它在这里的职责就是充当守门员 第一种炸掉的可能性就是 从这边输入的电压不正常 保护隔离管选择了自我牺牲 替后面这些电路挨了一刀 第二种嘛 就是后面这些电路短路了 导致这个保护隔离管 这边通过的电流非常大 电流再次转换成热能 从而引起保护隔离管这边发热 如果是后面电路短路了 那它确实是起不到保护效果的 我们先把管子拆了 做进一步诊断 拆完以后 前级这里已经没有短路了 但是后级依旧是短的 但后级对应这么多地方 它具体是哪里呢 所以我们要来大致确认一下排查范围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电源芯片入手 这里每个电杆都对应一路供电 如果量到哪一路电杆 阻值偏低了 就往哪里拆 先让我调一下 这个没有短路 好像后级这里都没有短路哦 那我们还要往回看 这个5伏的电源输入 经过了这个保护隔离管 然后还带了两颗电容小地 这个5伏就顺着这个板层 来到了后面这个二级管附近 如果它是二级管击穿的话 那后面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组值 肯定也会被拉低的 但是刚才在测量的时候 组值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 这一次极有可能是前面这两颗电容小地 先冲到前面 替这位保护隔离管大哥挡了这一个大招 解决方案嘛也很简单 我们直接给它割以勇志 这两颗电容先给它割了 刚刚我已经一刀下去 把这两颗电容小地也一起给它割了 现在我们再来量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组值已经非常轻松的起来了 看样子这一个手术是非常顺利的 我们现在再把它原来的保护隔离管给它安装上来 顺便找两个替代电容 现在让我来验证一下这个战果 电流是已经轻松跑上来了 感觉这个盘可以亮 好的硬盘上机识别是正常的 果然还是王者以下的段位适合我 QLC暴力写入测试这边 我相信大家都等不及了 没错我也等不及了 三星这边写了三个月 才写到官方宣传TBW的四分之三 确实非常的节省寿命 其他存活的硬盘均写了质保量的一倍多 这周开始就要停止对他们进行写入测试了 因为我为他们准备了更刺激的项目 后续我也会在最终总结的视频上面做展现 那么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